河南省商丘市的农民正卖力清洗养猪场 中国大陆官方宣布 非洲猪瘟防疫工作取得成效 发生的势头继续趋滑 已有105起 约然93%的疫情 已经解除了疫区风暑 从去年8月 辽宁省沈阳市发现首例疫情之后 大陆一共有28个省份 发生113起非洲猪瘟疫情 经过扑杀 驻场受医 以及监控等措施 21个省份的疫区解除封锁 但是在越南这里 疫情却迅速蔓延 全国63个省市当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发现病例 到目前为止 已经扑杀超过3万5千头染病株枝 联合国粮农组织 已经派出工作小组 走访部分疫区 进行紧急评估 协助制定短期与中期的因应计划 帮助越南提高防疫能力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 在越南提高防疫能力 在越南提高防疫能力 大海新闻旅方寻